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曾经是纺织场工人 却因为产业转型而中年失业 有人因为一场大病 从此失去了灵活的手脚 也有人因为被亲友坑骗 时尚官司 在出狱时遭已五十人非 真的是人生遇到一些事情 那个事情还真是你想都想不到的 然后就像你从一楼爬到五楼 你可能气喘续续爬个两三分钟 可是你从五楼跳下来 就只需要一秒钟的时间 因为无家者算是一个 是都会地区才会产生的问题跟族群 所以我觉得它某种程度是反映了 就是一个进步城市 就是会有一些发展的比较不好的人 他现在的状态不代表是他不够努力 或者是他就是一个很糟的人 有可能是他现在的状态不好 资源不足 那一个人到这个状态 如果没有一些外力协助的话 其实很难 很难可以真正的就是再重新站起来 因为你遇到一些意志力比较薄弱的人 搞不好他选择就是自杀 你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有参加贾大哥的一个 街游导览的活动 我记得贾大哥向我们介绍了很多无家者的故事 还有他们平常怎么生活等等的 超感动的 对 你记得他有说一个地方是让无家者去洗澡的吗 你说那个香香澡堂啊 没错 其实我偷偷跟你说 我上一次回去有做一下功课 原来香香澡堂 它是全台第一个以洗澡作为服务据点的一个地方 有点像青年旅馆的感觉 真的耶 好酷喔 会有一个check in的位置这样子 你看那边那个芒好可爱喔 它是那种霓虹的感觉 这个是跟芒菜有些鞋味有合作 对 哇 这个有什么 这个里面有罐头耶 这是木字机吧 就是每一个都是营养的东西 来偷看一下 对来看一下 这个 这是那种什么红菜根还是什么 就是那种营养的这种饮品的感觉 还有 还有一个鳗鱼鳗鱼罐头 它可以看 哇 其实里面还蛮丰富的耶 而且这些 其实这种东西就是罐头的食物 比较可以放很久 所以比较适合国家制它 对啊 如果是便当的话 可能就是一天就要把它吃光 对 然后这整排都有 欸你看 这边有充电的位置 对 好赞喔 这里可以充电 还有田八宝 田八宝 田八宝 田八宝感觉是那个 比较软一点的这种甜品 所以如果是那种无家者 应该就是可以吃 这种 因为无家者其实 长者会比较多 对对对可能会比较需要 欸 店长好 你好 你好 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环境吗 对 我们这边是香香澡 那我们主要开设在万华广座街里面 那我们平常 主要是作为盥洗的空间 那还有一些资讯啦 就业资讯 然后还有一些福利资讯 那还有一些物资媒合的部分 对 那我们每个人进来这边 可以做20分钟的盥洗 那我们服务的不只是可能 街上的大哥大姐 那有一些可能住亚房的民众 那有些可能是 住在附近的邻里 那我们是作为一个社区友善空间 那希望可以达到说 破除无名的效果 那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 好 先看这个 我对这个很有兴趣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物资机 那它是可以控制 像大哥大姐 他们一般 下班之后 平常会去台北车站 或者是一些捷运的充电站充电 那但是他可能下班之后 来这边做盥洗 那就会错过那边充电时机 那我们这边就是会帮他做充电 那这边是可以直接锁上 就是这边就会直接锁起来 所以他们做盥洗的时候 然后是可以放进充电 是很安全的 对对对对 那我们这边是可以帮他用刷卡的方式拿出来的 对对对对 那我们平常的话 充电的使用人士大概是五到六人 嗯 那我们往里面走 里面就是洗澡的地方吗 对里面是我们的澡线 因为好像说每个人就洗澡的时间二十分钟 对 所以这边都有一个计时器 因为我们平常服务的人流量比较大 对很难去控管 对很难去控管那个时间 还是需要这样子的 嗯 那我们可以比较掌握里面的状况 那比如说他归零的话 我们就会进去里面 然后求求他们跟他说 诶 大哥大姐时间到了 那就想提醒他出来 这样的话是有 总共会有四间澡堂的意思 对 然后其中一间是女性专用的意思吗 他比较算是比较空间大 然后无障碍措施 哦 等一下去看看 好 再请电展带我们参观一下 好 好 好糟糟 那这边这些是什么 这边是我们的 我们走道的话 会贴一些大哥大姐的创作 那还有我们平常的一些 有耶 这有诗句耶 对啊 守着承诺的人 黯然的水风 好悲伤好 这些都是大哥大姐自己的创作 然后送给找 对啊 那这边的话是我们平常 可能会帮大哥大姐做一些福利咨询 那会有社区领体来问我们 比如说六千块怎么领 疫苗去哪里增进 那他想要工作要去找谁 那这些资讯 我们都会帮他同证好再做回复 那这边的话是我们平常可能会有志工啊 还有工作人员来排班的时候 会把我们今天要完成的工作写在上面 那这边是我们协会的介绍 还有我们早堂一般的介绍 所以你们就是礼拜三跟周末 周末六日 三六日公休 对我们是三六日公休 一周开四天 这都是需要先预约的吗 因为我们现在早课的流量比较大 那加上我们其实下班时间会遇到蛮大一批 就是一起下班一起过来 那我们门口这边就会塞爆 所以我们会期待就是他们先跟我们讲好什么时间要来 那我们比较好跟临时来的人跟他说 你可不可以洗澡 你获得你什么时候再来好不好 对方便我们做人事的管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环境 好 现在是有人在里面吗 现在里面有人在做管理 所以那像是剩2分42秒的意思 对 这就是我们的计时器 那我们会从这边投币进去 他就会开始造作 投币是由工作人员来去做投币 然后他就进去洗澡这样 一般是由工作人员 那有些可能早课他的动作比较缓慢 他需要先放衣服先放包包的话 那我们就会等他放好了再开始投币 而且这个有吹风机 然后乳液一些棉花棒等等 就是洗完澡出来的时候可以护肤一下 然后看吹一个漂亮的发型之类的 那不然说我们这间空间里面 其实还有一些是女性的私密处保养 对 就可能大哥大姐她们平常 大姐们她们平常可能没有办法买 生理起来没有办法买卫生巾 那我们这边就提供生命给她们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私密处保养 或者一般的护肤的商品 让她们在生活上面生理达到比较满足的效果 好 这个是女性专用的 专属的 对 不知道跟其他间的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先看看 可以 我可以双鞋子进来吗 应该可以吧 好 这里 这里有那个卫生棉 给大家看一下 好 所以里面有满满的卫生棉还有卫生纸 还有大片小片的不同尺寸的感觉 对 我觉得很棒耶 就是 因为在外面其实会很不容易 对 可能比较 想要省钱可能比较不会卫生棉 这空间很大 对 而且那边还有那个洗澡 洗沐浴跟洗面乳 洗面乳我觉得很棒耶 对 这个是平常那种hostel或者是民宿 也未必会有洗面的 对 这里可以放衣服啊毛巾啊什么的 那这边那个上面那个是什么 那是什么 这个 这个吗 这感觉是私密处专用的那种情形 真的耶 私密处专用的那种 洁净路 很需要这种 对耶 这个for女性专用的 然后这个就是护发 喔 还可以 什么都有了 护头发 好棒喔 看一下这边 哇 其实这个空间真的蛮大的 对啊 你看洗澡的 洗澡的位置 洗澡就在这里 然后洗髮 沐浴 洗面乳 然后那边厕所 所以它是一个无障碍的空间 所以之前好像也会有一些什么轮椅 然后可以可以进来这里 然后这边也有座椅 可以在这里坐洗这样 就坐着洗澡 我觉得对于就是外面的洗澡空间 洗澡空间来说 真的算还蛮干净 对 对 而且使用完也都还是维生很干净 也不过很多什么水机 就大家来这里使用完之后 也都还是会把这里的 环境用得好好的 然后再留给下一个早课进来 我觉得还蛮棒 进来就是香香的洗澡味道 对 没错 很赞耶 很棒 我觉得那个卫生棉这边真的很贴心 对 现在都是有人在洗澡的状态 对 我们三天都有人在做盥洗 所以其实应该是排得满满的 不用从刚刚来到现在真的是 反正没有空的位置 对 没有空的位置 基本上我们一天 我们没办法洗澡 我们没办法 蛮少会有空的 但是像一般的民众是可以洗澡的吗 可以 只要是 我们是开放式的 就是你不管是户籍地 然后或者是你有沒有房子 你的身份是什么 都可以来我们这边做盥洗 所以他不需要出示什么证明 不用不用不用 我们这边也没有再做实名式 就可能做预约登记 真的假的 也不会筛选 对 因为有些少会 是一个很佛系的地方 因为我们希望达到破除无名的效果 是可能无家者 他们会觉得无家者这族群 可能脏不洗澡 但其实经过我们的统计 是有超过半数 甚至八成的无家者 他们是会灌洗的 那他们平常的灌洗空间 像是社会局 救福站 那还有一些可能 借朋友家的浴室 或者是公共的厕所 那我遇过 有些大姐 他们是去河堤旁边 用瓦子炉去烧水来洗澡 对 那我们这边早上就是 期待给他们一个 真的比较隐秘 比较私密的空间 不用在大家面前脱光 不用在大家面前擦澡 那也不用去就是很客难的做洗澡 那来这边的话 他是要自己自备什么 灌洗用品用具 沐浴乳 洗髮精 毛巾都是需要自己带的吗 我们里面有沐浴乳 洗髮乳 跟我们的洗面乳 洗面乳 我刚刚有看到 很需要洗面 这个比平常的民宿还贴心 因为民宿可能只有沐浴乳 跟洗髮精 很少会有洗面乳 现在洗脸都有了 我们主要是跟企业 像台座生意去拉赞助 对 那他们会补助我们 一季一季的沐浴乳 跟洗髮乳 那我们下班的时候会补充到满 那里面的话 一般毛巾来 可能我们在街上遇到的早客 他们就是第一次来的话 可能没有毛巾跟换洗衣物 那我们就配一套给他 或者他的毛巾跟换洗衣物 已经就是破了 已经脏了的话 我们就会帮他 所以连换洗衣物都有 我们一般会跟民宗做媒合 所以门口的是换洗衣物 就那一排那个衣服 我们会请民众就是可能调衣矿好的 八成型以上 那尽量是L size以上 因为他们的可能平常 大哥大姐的尺寸是长这样 那我们经过筒计 跟一些整理之后 大概是这样的资讯 那会跟民众就是 其实请他们说 如果有家里穿不需要的话 可以在我们这里 比较舒服 比较舒服 对 比如说 我睡觉也会想要穿 Oversize 对 一般女性她们会穿比较大件 是为了要避免可能 她们如果穿太早见的话 会被性骚扰等等的 所以她们会穿得比较宽松一点 让人比较看不出她们的身材 所以民众就是可以随意的来 或说我想要捐赠二手衣服 这样子 一般我们会期待 他们先跟我们脸书的粉丝团 先通知一下 对 然后大概让我们看一下 衣服的状况 因为可能有一些像 短板的洋装 或者是一些 就会比较不太适合 这种可能没办法 那我们就会先检查一下 然后大概跟民众说 哪些是我们可以收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环境 谢谢店长 谢谢 其实我觉得整体很干净 超级干净 真的是很像民宿的感觉 很像民宿 然后泡温泉的那种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外面的外观走进来 超级干净 而且这些我想起 就是比如说冲浪玩 玩的那种也是一样 也是投币 然后十分钟的热水 其实整体的环境是很舒服的 对 这边的布置都是可以民众 就是可以拿走的吗 还是要先询问你们 我们 这边目前放在架子上的 都是他们可以自由拿取的 对那可能像 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们有跟古堡跟台塑 他们看到木了酒精 还有一些抗鸣的 或者是抗承蚌的一些喷雾 布齿件 那这个是有些可能 大哥大姐他们要去面试工作 很像漱口水 对那是一般漱口水 那他们就是可以拿一包 布浴乳啊什么 哇这直接一包 就可以接待什么 那是我们的灌洗包 那我们有清点过数量 大概是我们这边关闭没有开 像是三六日 这三天的量 对他一包就是一个 那当他们在我们这边 可能休息的时候 他们还是有地方可以做灌洗 所以其实普通民众 就是可能有多余的物资 然后就可以拿过来 这样子吗 可能会先 我们会先去询问一下说 大概什么物资 那量大概多少 那我们这边会评估说 发不发的出去 跟有没有效果 就还是会希望大家都是先说明一下 让这边协会的人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 因为有可能会收到 发不出去的物资 或者是 就放在这里 那其实也会做成浪费 对 对 没错 酷喔 看这有什么 有一些 牙刷 这是牙刷吗 那是专用的牙刷 牙刷瓜葫导 不是专用 牙刷 下面的话还有防蚊液跟酒精 还有一些喷雾这样子 感觉防蚊液很需要 因为在户外 对 他们有时候在户外的话 那个蚊虫其实比较多一点 OK 还有口罩 一般像法律上面 他们会称呼为游民 那这是比较像是在犯罪防治的观点 就是把他们当作罪犯一样 需要管教 那需要矫正 那现在比较和善的是 近年来NGO提倡的叫街友 就是以入宿者 Homeless为主 那我们提到 那我们协会主要是以无家者 作为服务的群体 那无家者比起可能像街友 或者游民等等 他们更多一些 住在不稳定的房屋 或不稳定居住里面 比如说像麦当劳 像网咖 那或者是像寄宿在朋友家 或者是一般的 没有很廉价的雅房 那可能没有盥洗空间 就是一个小小睡觉区域这样子 那这些都是我们的服务组群 我们现在来问问看 来自桃圆的杜大哥 杜大哥好 你好 你好 请问杜大哥你大概多久 会来这边洗一只早 天天来啊 天天来 真的假的 你是怎么来 是搭火车吗 对搭火车啊 你是来自哪里呢 我等一下就搭火车回去啊 回去桃圆啊 所以就是来这里烫洗个澡 然后舒舒服服的 然后再回桃圆去 对啊 因为就来这边拿物资啊 那个那个什么便当 因为便当我去 到桃圆我都会用钱买的啊 那我来这边38块 就吃三餐啊 从搭火车到这里 从桃圆火车站 搭火车到台北火车站这边 38块 对啊 38块 然后再来这里洗个澡 不是 在这边拿物资 拿便当 拿什么啊 对啊 不能那边都要 要自己花钱啊 所以桃圆火车站附近的周围 比较没有像这样子的机构 有这样的服务 对 有有有有 也是有 那边也有那个 像那个桃圆那个永乐街 嗯 永乐街80号 他们也是那个 那个社会级的 我们这边那个 那个 那个吴州街 有没有 那他们也是 他们也是社会级的 嗯 可是这边都是 在于就是不好 因为怎样 他们都是人家供应的 嗯 那桃圆那边没有 没人供应就没有办法呢 嗯 那你自从来香香澡堂这边 就是洗澡啊 你物资之后 你的生活有什么 很大的改变吗 有啊 很多啊 因为 因为地下没有地方洗澡啊 对 不洗不行啊 嗯 就是你会觉得 每天的天气越来越热了 对不对 不是越热 因为怎样呢 我们 我们是睡地下的 对 地下室吗 不是地下室 是睡地下 所以睡地板 嗯 所以睡地下 所以哦 它有湿气 所以你湿气的时候哦 湿气会在里面 所以你来洗澡 让它 汗排出 对 才不会风湿 对 去年4月26号 记忆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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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 用那个桃圆 走路走到 汪瓦来 走路了 对啊 你走了多久 22个小时 天哪 可以还到耶大哥 不是 因为等一下 怎么会用走路的方式 没办法没钱啊 都没有啊 都吃啊 已经 一个都有没有吃的啊 都吃吃吃什么 就是吃那个 那个什么 花 有没有 花啦 你说路边的 花 花 像那个什么 像个杜尖花 我吃那个 那个 那个 木棉花 我吃那个花 所以是社会局的人 就是 帮助了你 然后认识到了香香澡堂 然后来这里洗澡 领取物资 不是 像我们是 都是一样街友的 对 他们说 他们会告诉你 这个好康 可以在那里洗澡 还有 还有什么 东西可以吃 哪里可以拿 所以你们之间都会互相 就是告诉对方 有什么 他们是联盟的 联盟 因为他们都是 他们都 都要去社会去登记啊 好康就分享给大家 这样子的生活很辛苦 但是 如果有一个像香香澡堂 这样的地方 就可以让你稍微忘掉你的烦恼 或者是等等之类的 忘不掉啦 忘不掉 但是可以短暂的 在那个洗澡的二十分钟里面 至少可以洗去你的一些 对啦 腦累疲累等等之类的 因为睡地下有那个湿气 所以你洗澡是不是会流汗 排汗 把毒气排出来的感觉 很多比如说女性很多是受包妇女 那他们离开 就只要逃离丈夫的控制 就是要逃家了 那或者是另外一种是 可能家庭破碎啊 或者是他们为了要支付 家人的医药费用 散尽家财 他们卖了家产 那可能也失去工作 为了要照顾家人 那这些人很容易 就成为我们的无家者 我们的服务对象 所以其实每个人 你不管你的资产啊 你的社会资本多少 都是有机会成为无家者的 对 所以不用太把一些 个人性质的标签 贴在他们身上 通常多久会来一次呢 我几乎两天 两三天我就跑过来 所以是住在这附近吗 对啊 我就回来市场 就在这附近啊 走路就可以到这里的距离 走路要十分钟吧 我很好奇说 因为刚刚其实我们有访问 另外一位大哥 他从哪里来的嘛 他从桃园欸 他从桃园欸 对 他就说 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 你认识他吗 我刚刚问他 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地方 然后他就说 就街友互相碰到消息 会互相脱碎 这边没有人讲的话 没有人知道 所以你也是街友介绍来 不是 我知道 我们那边有朋友 跟他们里面有认识 柯先生是什么的 社会纪念 有认识 有认识 他们给我讲过来这边 所以大哥你是从市馆长 然后后来 没有做市馆长 然后在工地上班 对 然后后来成为了无家者 也不是无家 我家真正家 现在搬去暂选 所以其实你是有一个 可是我不回去 因为他们有些年轻一辈的 我那个作风 我都不习惯了 那等一下大哥 你去完洗澡之后 你会去哪里吗 就是会到处逛逛 还是就回家 对对 没有 我都会先去逛逛 因为人来 我还是当兵当太久 我会自己主动去运动 然后下来去柏花 那边走一走逛逛逛 看看人 对 给人家看一下也好 像我这样给人家看一下也好 所以大哥你对于自己的生活 也是会规划 例如说去哪里走走啊 然后运动一下啊 等等之类的 这样的规划 对 那大哥你会就是洗完澡之后的心情 应该是很舒服很快乐的 对不对 就是如果 你之前还没有来到香香澡堂的时候 你都会多久洗澡或什么之类的 来这边好像不到两个月吧 所以你算是新来的伙伴 对啊就他们跟我讲的啊 所以在这里洗了两个多月 很好奇说 没有香香澡堂洗澡之前 大哥你是在哪里洗澡的 华南市场找地方 所以这边也是有一些公厕 不是啊 华南市场里面 它本身就有沐浴啊 什么 因为我原本就是在那边工作过啊 家庭的老 持续个摊位的老板 全部都认识我 我在那边做十多年 是我 像我讲的就是出车货 力道比较不够 现在还有在工作 有啊 也是有 我现在就回去做工具 要不然就是去做类似园艺的 他们最多受到歧视就是 可能讲他们懒啊 脏啊 不工作啊 好吃懒做 那或者是他们都不洗澡 那其实这些都是 民众对他们的刻板印象 那我们协会有去做统计 那一般 无家者他们盥洗的一个比例 他们大概超过一半的人 每天会做盥洗 那八成的人 他们两天会盥洗一次 他们盥洗的空间 可能包含说像运动中心 就业服务站 社会局 那或者是朋友家 还有一些网咖等等的 24小时的食住 那甚至我还听过 有些大哥大姐 他们在我们早上开设以前 他们是会自飞去旅馆里面做盥洗的 所以我们蛮常接收到民众觉得说 或附近的商圈会觉得说 我们就是在做一个 吸引无家者群聚的一个示范 那他们可能觉得说 最近无家者变多了 都是因为我们开了澡堂 那亦或是他们觉得说 我们这边可能洗澡的人在排队 那他们觉得说 就是我们这边有治安的因素啊 治安的影响啊等等的 那其实我们都会去做社会的沟通 就是他们在我们这边 其实不只是一个无家者的角色 他们来这边就是洗澡找客的角色 那我们称呼他们 要马称呼大哥大姐先生小姐 或者是早客 对那就希望说民众不要太有 刻板印象去看待他们 他们只是需要洗澡的人 那在我们这边排队 那也会对外商圈就是说明说 其实今天不管我们早上有没有开 那都会有这样的现象 那我们应该要去探讨的是 如何去解决这种现象 而不是去怪罪说 今天哪边有一些设施 吸引了他们过来 无家者有一些人 他们是住在麦当劳 网咖 或者是Seven啊 全家这种就24小时的场所 那其实这些在疫情下 都被关闭 那关闭的同时他们没地方去 只能再回到街头上 那回到街头上之后 民众就会觉得说 我们平常都要 待在一家防疫嘛 待在一家保平安 那为什么他们在街上 拿掉口罩啊 然后拿到口罩那边吃饭 那边群聚 那事实上是因为 他们已经没有地方去了 他们只能去到车站 或去到一些公共的场所 那在这些场所被关闭之后 他们来到街上 那民众会就是 我听过很多拉跟拉姐姐 他们被检举 可能今天要排队拿餐点 那也会被检举 或者是今天在路边拿下口罩吃饭 他们也会被检举 那甚至于睡觉的时候 把口罩拿下来 也会被检举 那其实这些行为 跟我们一般民众 在家里面是一样的 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 一样会脱下口罩睡觉 一样会脱下口罩吃饭 那一样会有休息 需要休息需要放空的时间 那在他们的 那在疫情的影响下 他们就是没有戴口罩的时候 可能要嘛被民众检举 那另一部分是媒体记者 他们会去拍摄 可能就会做蹲点啊 可能看哪个工地 大哥大姐 他们在那拿下口罩吃饭 那他们就会做拍摄 那大哥说他们可能被拍 明天上新闻 那在隔天他们就会热定停工 那停工的状况就是 他们不会有任何收入 那原本微薄的薪资 就已经也断了嘛 所以他们就只能陷入更难 更艰困的处境当中 那甚至于他们在睡觉的时候 在可能在公园或在街上 把口罩拿下来 想要稍作休息 那也会被民众检举 或者被媒体拍下来 那隔天新闻就是 防疫破口万华 所以导致这样一连串的污名下来 让他们在疫情底下 其实社会连结是更断裂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确 奈援 最晚听事说 你獄才能生墨 也并太多了 市场右边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一 開啟危險警告燈 在適當距離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 二 拨打110報警或119救護傷害 三 標會車輛位置 可用手機拍攝機震 四 無人受傷時 將車輛移到不妨礙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傷時 當事人均同意再移動車輛 五 在路邊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場處理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發生 放波話儀等就對了 聽說教練被網路詐騙 超慘的耶 連個資都被盜用 還在警察面前不太刺激 方便請問一下 您認識受款人嗎 這筆費用是要給 流浪動物基金會的 用來支付貓狗開刀的費 可是你寫的是個人賬戶 一般捐款的話 都會直接入帳到機構單位 這種狀況 很有可能是詐騙喔 哈囉 我是Rima Rima 西丹 挫折應該就是我18歲那年車禍 在美國佛羅里達 被那時候的男朋友騎著重機 然後騎得非常快 大概有270公里 然後也沒穿什麼裝備 然後就車禍 然後全身上下應該有35-40% 灼傷 我那時候躺在加護病房裡 以前過不去的事其實 在那上那間就全部 你會瞭解到 其實那些都沒有那麼重要 我常常會 順序提醒自己 再多錢 再多名 沒有用 You just need to live and be happy 其實我能瞭解為什麼 牠們會這麼做 我當然也有經歷過身邊的 認識的人 或者朋友的朋友 有一些 有經歷過這種問題 其實繞了一圈回來 那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會去運動 我覺得看個人 你會想用什麼方式 什麼讓你最開心 去爬山 去運動 去海邊 去游泳 寫歌 打叫 Anything 任何讓你覺得 feel alive的東西 你就去做 或是去旅遊 因為我覺得毒品都是暫時的 暫時的快樂 暫時的everything 劇毒 反毒 你不孤獨 讓我們一起跟毒品 say no 警告設施 二 拨打110報警 或119救護傷害 三 標會車輛位置 可用手機拍攝機證 四 無人受傷時 將車輛移到 不妨礙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傷時 當事人均同意 再移動車輛 五 在路邊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場處理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發生 放 播 話 儀等 就對啦 早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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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我是Rima Rima 西丹 挫折應該就是我18歲那年車禍 在美國佛羅里達 被那時候的男朋友騎著重機 然後騎得非常快 大概有270公里 然後也沒穿什麼裝備 然後就車禍 然後全身上下應該有 35-40% 灼傷 我那時候躺在家戶病房裡 以前過不去的事 其實在那剎那間 就全部let go 你會了解到 其實那些都沒有那麼重要 我常常會 是不是提醒自己 再多錢 再多名 沒有用 You just need to live and be happy 其實我能了解 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做 我當然也有經歷過身邊的 認識的人 或者朋友的朋友 有一些 有經歷過這種問題 其實繞了一圈回來 那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會去運動 我覺得看個人 你會想用什麼方式 什麼讓你最開心 去爬山 去運動 去海邊 去游泳 寫歌 打叫 anything 任何讓你覺得 feel alive的東西 你就去做 或是去旅遊 因為我覺得 毒品 都是暫時的 暫時的快樂 暫時的everything 劇毒 反毒 你不孤獨 讓我們一起跟毒品 say no